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的视频是第四次在新加坡圣淘沙赌场打牌 结果实际情况呢,是没有遇到一首特别值得说的牌来聊 但是即使不仔细说牌,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整体的东西可以聊聊的 同时呢更新一下第四场的战绩 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给未来想要来新加坡赌场没有来过的朋友一些tips 这一天呢是星期六,本来我是打算下午三四点就去的 结果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导致晚上六点半才到 然后四桌肯定都是满了的 我就报名了十二十,还有二十五五十,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饭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星期六嘛,可能很多人下午来打牌 晚上就出去吃饭了 毕竟周六嘛,谁还没个约会 所以到时候我接他们的班 这个时候呢,我在十二十的队伍里面是排第六个 在二十五五十的队伍里排第四个 我估计吃完饭就到我了 这里排队的机制是留下手机号 然后快到我的时候呢,员工会打电话通知 所以我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着电话,生怕错过 吃完之后呢,我赶快回来,看看是不是到我了 结果,这个队伍完全没变化 我还是排第六和第四个 就根本没有人走 那这我就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 我只好找一个无烟区的老虎机坐下,开始刷手机 还时不时的呢,走回去看一看,是不是快到我了 总觉得这么久还不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系统出错把我给跳过了 结果每次走回去,都发现这个队伍完全没变 就这样,大概从七点一直等到了九点 队伍都没变化,我就真的绝望了 而且因为呢,我平时也不打后半夜 所以就算我现在开始的,也最多只能打三个小时 就很犹豫,要不要直接回家 幸好,是之前我已经买了年票了 不然如果是单次票的话,真的很亏 到了九点出头,我决定再去看最后一次 如果队伍还不动,我就走了 结果呢,突然发现,十二十呢,我已经在第二位了 二十五五十,下一个就是我 不过因为十二十有三桌,所以这桌可能更快一点 大概九点半,终于收到了电话 距离我来排队已经接近三个小时了 我入座之后呢,看到有两个我认识的娱乐玩家 还有几个REG,还有两个大叔 整个配置还是不错的 我先带入一百个大忙做下 关于我的筹码呢,最近收到了很多大陆买家的反馈 因为大陆呢,现在都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 而我的网站呢,在大陆只能用信用卡支付 所以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我还在找解决方法 所以如果你只能用微信或者支付宝 又想要尽快下单的大陆买家 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小号 Ronnie Poker 4 这个是临时比较快的解决方法 因为信息会比较多 我就不回复购买筹码以外的问题了 请大家先在官网上决定好购买哪些产品 确实如果支付不了,再加这个微信 另外呢,因为大陆国庆休假 所以仓库呢,这几天都在休息 这几天下单的买家要到10月5号以后才能重新发货 感谢大家的耐心 回到牌局 第一手我在cut off拿到Queen Jack不同花 Open60 Button跟住,其他人都起牌 翻牌A16两张梅花 我Cbet50 对手Race到150 这里我只有卡顺 而且没有听后门花 基本上没有只为了卡四张King去跟住的选项 要么是起牌 要么就是Race回去再炸火 Button这个玩家呢 我第一次见,完全没有信息 我觉得呢,如果他只有一个ace的话 踢脚应该不是很大 如果我再Race回去 有可能会被打掉 那么我再Race到450试一试 结果被他秒推2000 all in回来了 好吧,那就算他厉害 这么看来他肯定不是只有一张A 要么是两对以上 要么就是某个很强的组合听牌 决定跟我跑一下 我更偏向是前者 不过不管他是什么 我也接不下 秒气 可能是因为心理上 我知道很快那个2550的牌桌也会排到我 所以我在刚坐下打这个1020的时候 就特别的松了 反正重点是一会儿在内桌的发挥 因为表面上 两桌的盲柱只是2.5倍的关系 但是实际上是不止的 之后工作人员很快就告诉我 2550有位置了 我其实呢 不太情愿的转移过去 因为这桌其实挺好打的 足够娱乐 打起来也很轻松 但是关于线下扑克呢 我的理论一直都是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技术是有优势的 那么应该打自己能承受范围之内的最高级别 因为线下速度很慢 如果每小时呢 盈利的BB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那么最好的提高盈利方式 只能是提高BB本身的数值 当然这个理论是有几个前提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 你认为自己是有技术优势的 其次呢 是假设了低额桌和高额桌 每小时赢的BB数是差不多的 其实有很多玩家会下意识地认为 高额排局的玩家水平会更高 所以更难打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职业排手的话 那么确实 级别和技术应该是正相关的 因为这是他们吃饭的方法 但是娱乐玩家呢 是没有这层关系的 完全有可能技术很烂 但是人家在其他地方赚到很多钱 于是跑来消费 这就是大家都很喜爱的老板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研究 Poker技术 什么C-Bad的频率 C-Bad的尺度 更不会去跑Solver 或者看GTO的分析 就是随便玩玩 很多时候其实相反 正是低额排局的娱乐玩家 大家可能更在乎输赢 于是研究的更深入 打得也更紧 那么我换到2550这桌之后 发现桌上还是一大半的Rag和Pro 刚坐下的时候呢 正巧看见两个玩家 在合拍上all in 大概有2万左右 而且在跟注之后呢 我看到前卫all in的玩家 他是把有摊牌价值的牌 知道不够好了 转成炸虎 满持的偷出来 不巧碰到了对手顶三条的钢板 所以呢 看起来有很多行动 很精彩 我也是摩拳擦掌 我也还是老习惯 先补3000的筹码 大概就是100个大忙 先来玩 然后呢 有玩家告诉我 这个桌上 现在大家都在straddle 也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2550100的桌 问我同不同意 当然这个是自愿的 但是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呢 就会对其他straddle的人 不是那么公平 不过我是完全有权利拒绝的 不过这种促进大家入持的行为 我一般都不会拒绝 这样的话 我的筹码相当于 只有50个straddle了 结果呢 刚才我坐下时候 看到那手牌 是当天我打的时候 最大的底持 打了两个小时的结论是 100的straddle 也完全救不了这个牌局 大家反而打得更紧了 经常是一个open250 然后straddle都完全不抵抗 就放弃了 要不然呢 就是经常一个300 也能直接拿下 今天遇到的 我打的最大底持 是hijack open300 然后我再cut off hijack不同花跟注 翻牌A88两张红桃 对手cbet300 我靠 转牌又是一张8 对手打了700 这个牌面呢 其实跟下注没关系 就是已经自动的集化了 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接着跟注 这个对手呢 我在第二期的视频里面提到过 当时我说他打得非常紧 整场都没见他入持 刚才我刚坐下的时候 那个2万多的底持 他是拿着顶三条A收下的 之后也没参与过什么底持 所以在我眼里 他的形象还是非常紧 这里我觉得 其实他也是有A的 还庆幸我的jack踢脚 不知道够不够大 现在用不到了 挺好的 不然以他的形象 如果我是两对 踢脚是jack的话 我不知道他连开3000 我能不能跟得下 结果合牌又是一张A 底持直接成了fullhouse 而我有A呢 是大house 对手想了一会儿 过牌 这么看来啊 可能他是没有A的 有没有太多的8 而且8大概率 合牌上是中注零打 而不是过牌 所以这里呢 我应该是领先了 现在底持3000左右 这里其实打大打小 各有道理 最后呢 我还是决定打个满持 然后对手很快就弃牌了 打到了接近12点 一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牌 然后我的筹码 来到了7350 最后呢 我决定带着2350的盈利回家了 在我离开扑克室的时候 看到了这段时间以来 在扑克室里面 最大的老板在排队 基本上 我现在这个桌上 所有的职业玩家 都是在等他的 而且呢 现在大家这个默认的stradle 也是怕老板觉得打得太小 所以都是在提前预热 开始抓100 我离开之后 去了趟厕所 出来以后看到 大老板已经坐在了我的座位上 这桌pro们就感谢我吧 如果我不走 他们谁也别想赢到老板 到今天啊 一共四场打下来 除了第二天的 那个2550排桌上 有足够多的行动 其他三场 都没有遇到什么 很值得打的阵容 或者说好的阵容呢 一般可能都是在 后半夜才形成的 一般的娱乐玩家呢 可能就打到个10点 11点 可能就开始慢慢走了 到了后半夜 才是老板和职业牌手 大战的环节 如果大家想打 10 20级别的话呢 虽然没有什么老板 因为10 20是最低级别 所以每桌上呢 基本上还是会有几个娱乐玩家的 而25 50这个桌呢 这两场我都没有遇到过 很娱乐的玩家 都打得一个比一个紧 可能有人会好奇啊 既然这个赌场这么难打 还要交那么贵的门票费 每场下来 还要被抽一千多的水 那么何苦跑来赌场打牌呢 主要原因还是 现在外面稍微级别高一点的 有action的局 都有鱿鱼 而且可能是多个鱿鱼 或者无限鱿鱼 那个跑篇的程度 如果想打正经的poker 是很难忍受的 再加上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结合这几点 我宁愿多花点钱来赌场打牌 能在赌场里面打 十二十的年轻人 可能他们没有积累 特别多的筹码 但是呢 基本上技术都是很好的 都是高手 几乎没见过例外 而岁数大一点的玩家 即使可能有些 很有赌场经验 打了十年二十年 但是依然不厉害 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 可以自行判断 OK 那么今天一共只打了两个半小时 最后盈利2350 又吃了一顿鸡饭 有点柴 拜拜